今天有很多傳媒向我們查詢 有關財委會 就是加於37A提的修訂 主席的裁決的結果 和明天開會的情況 我們今天先後都收到 被書書通知我們有關提了37A 最後主席接受的數字 我自己就入了100個 主席最後接受6個 萬萬必入了70個就接受了1個 而長毛呢 200多個應該就接受了30個 詳細是他們自己講的情況 基本上我看回秘書署通知我們 接受了那個議案 和有關通知我們不接受的議案的理由 是極為荒謬絕倫的 過去大會主席也好委員會主席也好 有關於那些議案不獲接受呢 都會解釋一個理由 還有這個理由很多時候 就關於議案的重複性 或者是否有關等等的問題 但是今天那個解釋呢 是絕對顯示主席的濫權 和粗暖權 在我的100個議案裡面 是完全沒有重複 也都沒有所謂不符合的理由 因為我們是看著立法會 財務文件 就是有關這個 創新及科技 那個撥款的文件裡面呢 所提出的主要的理據 我們按著那個職責範圍 和按著一些理據呢 來設計我們的 有關37A的議案 在去接受那六條的議案裡面呢 基本上是涉及到 有關使用物聯網 和這個感應技術事宜的去接受 和有關這個扶植香港網絡 保安行業的發展去接受 有關這個使用加強網絡 保安的資源監控網上的資訊 及網上的言論去接受 還有有關這個減這個 常任秘書長的薪酬下調至12萬去接受 但是他不接受那些呢 很多我們是認為 和這個創新及科技發展 是有很密切關係的 最荒謬的其中一個就是 我減秘書長的人工去接受 減局長的人工去不接受 同樣類似的下調 下調秘書的人工至12萬去接受 下調局長的人工到14萬去不接受 還有有關的範圍 譬如我們要求 這個創新及科技局 應該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合作 研究增加與創新及科技產業 有關的大學學額 又不接受 這個是很有關係的 是不是 還有很多類似這些建議 以前財委會都會接受的 但是他現在就不接受 還有有一個方法 我覺得必然有關的 我們要求這個局長 是應該有至少一個 一個以創新及科技產業有關的博士學位的人士 最近副校長聘用 因為沒有博士學位都不被聘用 你李國章也是行政會議成員來的 是不是 我將一個行政會議成員對學位的堅持 擺了進去作為這個局長被聘用 其中一個條件為什麼不接受呢 隨時因為這個理由不被聘用的嘛 局長 所以你看到陳建波這個裁決呢 可以說完全沒有邏輯 還有是荒謬絕倫的 所以我們一定會和他全面開戰 我們絕對不可以接受一個新主席 開頭的時候就懶講理由 懶這個溫和 但是到裁決的時候呢 是歷來 我見這個立法會大會主席 和所有委員會主席 那個裁決 那個非理性和濫權的情況呢 是表露無遺的 那我就總共提出了76項的修正案而已 數量不多 那他裁決呢 裁決了一項呢 是說因為有相同類近呢 所以就裁走了 那其中呢 有75項呢 中的74項呢 他就說 我送立該等議案 與議程項目直接相關 那就是他都是接受的 但是 因為他覺得時間不夠 所以他就說 發還給我 要我自己去整合 但是整合呢 他是加了上限的 他說我的整合數目的上限呢 不可以超過26條 就是他幫我寫完劇本 而他接納我的議案呢 只有1條 那當然我是不會自己去整合這些議案的 因為如果我自己整合 根據他的上限去整合這些議案 那就即時接受他的裁決呢 他接納了這74項的議案 是直接相關 他用時間不夠的理由 來到他不給我提出來 我提出來給議員去禁制 決定討不討論呢 這個是濫權 當然最後那一段 他都是用這句 他說他參考了中審法院 和高等法院 沿重法庭的裁決 而作出這個決定 那就是他大了 他拼我們不敢 或者法庭不敢去處理財委會的爭議 所以就用這個 他認為是相方保健 就亂去裁了 大家現在聽到的鐘聲 就是陳建波主席 這個財會主席 直接引致後果來的 既然現在陳建波主席 是去教訓曾玉成主席 張宇人議員和吳亮星議員 怎樣去做一個主席才行 他只是刮曾玉成一巴掌 因為曾玉成比較講道理 所以在展報的時候 是不停地講理據的 有足夠的時間 不停地講理據 張宇人做主席的時候 他都是盡量去令到議員的權利 所以獲得了充分的保障之後 才宣布是說 啊 劃善 即使吳亮星 開頭都沒有陳建波 所以陳建波這個人 是極之邪惡的人 怎樣邪惡呢 就是他認為 拿了兩個判決之後 是可以亂來 對他上三任的人 是直接的掌掛 尤其是對曾玉成是直接的掌掛 就是說我三年前 我陳建波做立法會主席 一早就搞定了 用他的方法搞定了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抗爭 除了為我抗爭之外 是為所有立法會議員抗爭 包括泛民主派 或者建制派裡面 將來有權 有機會會提出一些 他們認為非常必要的修正 或者是要用37A 未經事先通知 而提出議員的權力 捍衛他們 亦都是捍衛曾玉成主席 我還未見那個主席 是被下屬一脫一腳打的 我覺得陳建波 這種小人 小人得志亂搞 是立法會的恥辱 他認為有權就可以亂做 這是梁振英的邏輯 所以我可以斷定 我可以斷定 梁振英一定有教育去做 就是有權不用 過期作廢 有權不用 認真幣 所以我是會抗爭到底 我現在在這裏 叫他回來 這個陳建波 不是很喜歡開會嗎 叫貝凡說見到他 見到鬼影嗎 叫貝凡說見到他 現在是不是在這裏 一個自己說自己 鞠躬盡水 去執行議員職務的人 竟然在多次 鐘聲的召喚之下 都不出現的 我拜託他 他只是一把剪刀 基本上不能夠 不要侮辱剪刀 基本上是一隻鷹犬